我说你假设在开启这个档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要执行按钮,它会出现,可能会出现,点下去,它会跟你讲说,该什么呢?它说无法执行聚集,有没有?那为什么无法执行聚集? 这边注意哦,这个执行,如果你要执行聚集的话,请各位看一下,当你启动的时候,这个地方它会有个按钮,启动内容,你一定要按下去,因为它预设是让那个什么呢?聚集功能,就VBA功能 实际上这个聚集就VBA,这个VBA功能呢,它是什么?它是把它disable,就是不能用的状态,那如果你要用的话呢,一定要按启用内容,它有办法按下按钮被执行,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限制?主要因为,如果说这里面以前,很早以前会有聚集病毒,就是有人用VBA写了一些病毒,然后放在esail,你打开之后,你电脑就可能会 不断反复执行一些东西,造成你电脑的危害啦,OK,所以这部分的话呢,一定要先按一下启用内容 然后你再到这边的话,我们上个礼拜做两个按钮,一个是清除,清除掉,三个动作嘛 一一把游标放在这个14,然后怎么样,Ctrl Shift向下,按Delete,把它录下来,变一个清除 那这个手机号码串接的话呢,也是一样,四个动作 一,游标放在这个14储存格上面,二的话游标放在上面打个勾,三的话向下填满 其实就把这个动作录下来,就可以变成一个手机号码串接的程式 那最后的话,再加上注解,相对的会比较看得懂 那一样啊,我们预设因为这个环境会恢复啦,所以我就 上面的箭头其他命令,你就要把制定功能区的这个开发人员打勾 你才有办法看到,就是你需要的这个 这个VBA的环境,OK,那我们写的程式放哪里呢 基本上一定是放在模组里面 也就是它录制完之后的东西,就会帮我放在那个所谓的模组里面 那如果说将来你要去开启它的话,几个方法 你就是一,开启Visual Basic 二的话呢,直接,当然如果它已经开启,你就直接看到程式了 就是这一段一个Sub,手机号码串接 AndSub,头跟尾就分别在这里 自我太小,工具选项,有个所谓的那个撰写风格 其实你把字稍微放大一下,因为这边字太小 大概至少12,14号字好了,OK,把它放上 字要放大一点点 那这一段,跟这一段清除 其实基本上它的架构一定是长这样的 一个Sub,名称在这边 后面会有个小瓜糊 中间就是它要被执行的程式部分 OK,它的结构是这样 OK,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说你不小心把这个程式关掉也没关系 你就直接点两下模组它又开起来了 也就是说将来呢,写的程式啊 如果没有意外呢,通常是写放在模组里面 那目前这个模组名称预设叫ModuleE 你也可以变更它的名称 如果你将来不止一个模组 因为将来程式可能越写越多的话 你可以给不同的类型的程式放一个模组 就是可以把它分开来 你当然全部放一起也可以啦 它其实是可以做多个模组的程式设计 程式都放在这边 大概跟各位说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不是录制了 我们要自己撰写了 那它怎么自行撰写 这一点的话呢,接下来就是 我假如我要再产生一个VBA程式撰写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再把下面的这个综合练习 底下的工作表再复制一个好了 那复制我前面讲过 拖拉加Ctrl键 OK,Ctrl键按住 那请你把这边改一个名称好了 也叫VBA 也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呢就不是用录制的 而是要自行撰写 那要怎么自行撰写 假如说我不要像之前一样录制的 我这个是自己写的话 那当然我们第一个 一样就把这边做清楚好了 当然把它清 这个地方的话也许先不要清没有关系 你就是一 你就复制一个新的工作表 OK 那第二步的话 如果说呢 你不是用录制的 你要自己来撰写程式的话 那从哪边开始 特别注意哦 我们第一步一样先切到VBA 不是录制聚集哦 切到VBA之后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我的习惯当然是把它稍微缩小一点 因为我习惯把它扶在上面 这样看 就也就是你将来你要写的程式 你可以按照你Sale里面的需求 去写下一段的下一行的程式 那可以逐一的把它写在这边 那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新增一个新的VBA程式 我前面讲过 你这个是录制的叫Module 1 那我们干脆哦 把它分开来 不要放一起 我们自己撰写的话 请你记得哦 如果你要开始撰写VBA 点VBA 第二步的话呢 按滑鼠右键 直接在任何地方按都可以啦 选择插入什么 插入一个模组 也就是说以后呢 你撰写VBA的话 反正你第一步哦 一定就是从这边按右键 这个是按右键 然后呢 插入一个模组 那这个模组的名称 你当然不改 没关系 它预测应该是会叫什么 Module 2 有没有 这个是Module 1在这里 这个Module 2 Module 2里面没有写任何东西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一样做两个按钮 不过这两个按钮不是录制的 而是自己撰写的话 那第一步 1 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第二步的话做什么呢 我自己要写一个按钮 那按钮的名称 我要叫什么 你可以从上方插入一个程序 特别之后插入程序 程序的名称的话 请你给一个按钮名称好了 比如说我自己写的 我就不要写那么长 我干脆取个名称叫门号 这个名称自己取没有关系 我叫门号 比如说按一下它 它自动帮我产生手机的门号 然后按个确定 输入插入程序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它会帮我产生什么 产生一个public 共用的 当然这个public 目前有没有没有关系 没有也没有关系 有也OK 那这个public就有点像你那个资料夹要不要共用 这个是程式要不要共用 给别的专案共用 不过这边暂时不知道没有关系 这个目前还不 因为目前只有一个专案 没有其他专案 所以没有共用的问题 那sub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程序 是一个副程式 对应到就按钮 那跟刚刚有没有 我们看到的这个sub 其实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它对应到就一个按钮 那名称叫门号 and sub 那接下来我要写一点程式 写什么程式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如我要把这边 假设了 我这边先把它清掉 先清掉 我希望能够把这些东西的结果放到这边来 不是用那个之前写的公式 也不是用聚集的话 那我要用VBA该怎么做 你特别说 这边的话 你就要把程式写在这里 那将来执行就是从这边做执行 那它有个几个规则 你恐怕要知道一下 第一个 我如何去控制这个储存格 你如果要控制这个储存格 在VBA里面呢 它有一个物件名称叫储存格 储存格的名称 在VBA里面它叫sale sale 一个sale就一个储存格 那如果说你要指的是这个储存格的话 特别注意啊 你就要加一个s 指的是这一整个工作表里面的全部储存格 sale就是储存格 sale就是全部储存格 那可是我不是全部啊 我要这个工作表里面全部储存格的哪一个 哪一列哪一栏 所以你会发现你按你输入一个钱瓜 他会问你说 那你请问一下你要指的是这个工作表的哪一列啊 有没有 row row就是列 index就是所影值 哪一列啊 那我就是 123 第四列 所以输入4就可以了 dow点 你会发现它后面会出现什么 column column意思是说哪一栏 哪一栏的话呢 你可以 当然它这边用数字啊 一栏的话 其实你输入5 是一个方法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用5的话 其实不好 尤其是你比较后面的栏 比如像U栏是多少 你可能就要ABCDU 算了 你另外一个方法 我教各位 你写这样也可以 但是一栏的话 记得哦 前后一定要加双一号 因为它把它当一个文字看待 OK 两种 不过我们习惯通常会用 那个哪一栏 用文字来表示 会比较清楚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用算的话 尤其是比较后面的 甚至后面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AA好了 AA应该比较 26加27嘛 那如果AU的话 或者AX 后面的栏 那你就完蛋了 OK 那如果你假设用文字的话 你就直接输入AU就好了 OK 那后瓜糊 那等号后面就是说 你要放什么资料进来 那我要放个资料 就是帮我 这个后面有点像我们之前 在Esser有输入公式 09 有没有 就是把09这两个字加进来 然后后面我们串接什么 AND 不过特别主要AND 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呢 我们先讲第一个方法 特别主要 我更正一下 这个 这个是第二个方法 我们如果说 我假设 我们先讲另外一个 就是我 先输入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字串 那不过这个字串 假如说我希望 我要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是说我干脆呢 直接把我之前 我们之前做过的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 我想说干脆 我就直接把它丢到 那个储存格里面去的话 那我第一步 直接切到前面 这个工作表 把这个公式 按右键复制一下 那复制之后的话 其实有个方法 就是说 我可以直接 把这个公式 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但是请特别注意 你复制那个公式之后 等于后面呢 你就加个双以后 把公式贴到这里来 但是请注意看 因为这个公式本身 里面也有双以后 那在VBA本身呢 他也用了双以后 所以如果说你假设 把那个公式贴到 这上面来的话 会有个问题 到底这个双以后 是VBA的双以后 还是公式里面的双以后 那你会发现会有混淆 你如果移开的话 他会出现说 他无法解析 他看不懂说 这一段到底 里面这么多双以后 到底是VBA 原来需要的双以后 还是什么呢 还是这个公式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 请注意 如果说你要贴公式之前 我建议 你可以先把这一段程式 先放在我们的 所谓的记事本 或者握着 我们可以从什么 附属用程式里面 找到有一个叫做 记事本的东西 那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有双以后的话 请记得把它改成 变成两个 因为做区隔 也就原来公式的双以后 如果你把它变两个 所以他会就知道说 这个是你公式里面的双以后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以前是什么 慢慢改 一个变两个 一个变两个 但是其实 其实这边双以后太多了 而且很容易有漏掉的 所以我建议各位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为什么用记事本 因为记事本里面有一个取代功能 Word里面也有了 Ctrl-H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一个双以后 我希望把它变成两个 一个变两个 再来什么 全部取代 好 一次就好了 你不要再取代就变四个了 然后呢 把这一段公式 把它复制起来 或剪下也可以 然后呢 就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储存格后面 等号的 记得哦 双引号里面哦 OK 把它贴上 好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一段程式 其实一行而已啦 它主要的用意就是说 请你帮我把这个公式的结果 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那你怎么执行它呢 上面有个执行 你把它按下执行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把公式放进来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就放什么 放刚刚我们这间公式的东西 把它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那另外当然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我要清除它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把这三行 把它复制 复制的话 来选取起来 往下 Ctrl-C Ctrl-V 或者拖拉加Ctrl-键 那这边把它改成清除好了 也许我们名称呢 就把它改成叫清除 那清除的话 其实不用重写 太多啦 你就是直接把它复制 改成清除 那等号后面 只要给两个双引号就是清除 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两个双引号 两个双引号意思是空的文字 空的文字就没有东西 就第四期就清除 那把它制作执行 看看执行 OK 那问题来了 因为现在只有一个 那如果你要全部呢 其实很简单 再来的话就是要一个重点 就是跑回圈了 在那个城市里面 你想我为什么要学城市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使用它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重复帮你做 你做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再加一个回圈 它就会自动帮你全部做完了 好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你先把那个工作表复制一个 二 开启开发人员的 Video Basic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在这边插入 按右键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并且在这边 在模组 新的模组里面呢 做什么呢 插入程序 那名称叫做门号 OK 接下来就是输入什么 这个储存格 特别是要字不要打 因为这件同学常常少打S 把这个公式里面的东西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特别注意哦 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其实是从前面的这边哦 这边来的 但是不是直接贴过去哦 而是什么 而是要把它贴到记事本 做取代动作 那再贴过去就OK了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 它会出现红色字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动作其实还蛮多的 不过请特别注意 因为VBA城市的地 就是这样 就是动作非常的锁碎 然后又不能够一个地方都不能错 所以你要能够做到又快又正确 通常还是需要多多的练习 所以我们后面会有非常多的练习题给各位练习 只要你把这些东西反复练习 然后熟悉它之后 以后写程式就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你要叫电脑马上帮你完成 很快的自动产生什么东西 那就是一件很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你要能够到那种很自动化的全部帮你完成 那当然你需要在程式的这种操作能力上面要提升 所以很多细节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做的动作 虽然动作不多 但每个地方可能都会是容易做错的点 像我们要复制公式的时候 复制完之后 记得你要按前面的取消 否则你会出不来 因为它游标只要在资料编辑列就出不来 所以可能要多按个取消 不然的话你如果再按别的地方 容易就陷入到那个公式里面 这个可能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所以我们做完之后 的结果就是先帮我产生两段程式嘛 OK 其实有两个SOP 一个是蒙号 一个是清 那里面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段程式